难道你不怕被马蜂围攻? 它们的毒性可是非常强的 被它们盯到可不是闹着玩 也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当然知道被马蜂盯到的厉害 所以我只是在白天寻找到蜂窝 取蜂涌的事要晚上做才行 哎呀,马蜂上钩了 我要去找马蜂窝了 阿凯一路小跑步跟踪那只马蜂 找到了蜂窝的位置 为避免白天受到攻击 它会先在那里坐下记号 等晚上再进山取蜂窝 阿凯,到了没有 今天我们走得可真远啊 城镇周围山林的蜂巢 我们都已经取变了 现在也只有在比较偏远地方 才能找到新的蜂窝 可是我们走的时间也太长了 你不会记错地方了吧 你放心好了 那个马蜂窝非常的大 里面的蜂涌肯定会很多 那样的蜂巢 我怎么会记错地方呢 是吗 这么说今天 我们一定会大有收获啊 你看 这是我做的标志 我说我没有记错吧 太棒了 你说的没错 好大的一个蜂巢啊 里面的蜂涌肯定不少的 我们今天真的可以满载而归了 捕蜂人在蜂巢旁边点燃了篝火 并用竹竿敲打蜂巢 受惊的马蜂倾巢出洞 然而 他们刚飞出洞口 就立即葬身活海 半个小时了 这五马蜂都死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取蜂涌了 没错 我们赶快动手吧 哎呀 好多蜂涌啊 阿凯 我们今天真是满载而归了 哈哈 真的好多啊 这些蜂涌能卖不少钱 要取干净 可别浪费了 第二天 阿凯便带着这些蜂涌 送到餐厅 卖掉换钱 哎呀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蜂涌啊 哈哈 这些是我昨晚刚刚抓的 蜂涌现在的价格可是非常高的 你竟然抓到这么多 你发财了 小伙子 你是职业捕蜂人吧 算是吧 这段时间 我就靠着捕抓蜂涌来赚钱 你可知道 你赚的这些都是杀生财呀 这样的钱 你还是不要赚的好 什么叫杀生财 马蜂会盯人的 他们可是害虫 我捕抓蜂涌 可以算是为民除害 小伙子 我过去也是捕蜂人 捕抓蜂涌的手段我比你了解 马蜂是为了给幼泽取食 而叼走了你们肚子下的幼儿 你们跟随其后找到蜂巢 然后在晚上点起篝火 敲打蜂巢 为守卫家园而战的马蜂 终于清朝而出 可最终 却纷纷葬身火海 被活活烧死 而你们却趁机跑出 他们仍在蜂房里安睡的孩子 蜂涌 并将他们高价卖给餐厅 这些蜂涌最终的下场 便是被放进锅里 被油炸死 老人家 油炸蜂涌这道菜 让你说的真是让人不忍心吃啊 是啊 听你这么一说 这道菜真是太残忍了 这种杀生的菜当然不能吃 你们想 一盘炸蜂涌需要杀害多少生命啊 吃这道菜的人会积下恶业 而捕抓蜂涌的人 积下的恶业则更大了 你不是说 你曾经也是捕蜂人吗 你难道就没积下恶业吗 我不但积下了恶业 还遭到了报应 我的儿子在跟我上山捕蜂的时候 被以我马蜂追赶着 狮子跌落下了山崖 虽然命保住了 但是两条腿却没有了 从那以后我便再也不捕抓蜂涌了 小伙子 你也赶快收手吧 等报应降临到身上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哼 没事了 我又没有儿子 所以报应不会降落到我身上的 老人家 看到了吗 现在蜂涌的价格高得很 我劝你还是重操就业吧 唉 真是执迷不悟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随着蜂涌的价格越来越高 阿凯更加疯狂地寻找蜂巢 不抓蜂涌 最近蜂涌的价格又涨了一倍 不过周围的蜂巢都被人翻遍了 今天我们还得去更远的地方找蜂巢 阿凯 你知道为什么 最近蜂涌的价格涨得那么厉害吗 还不是物以稀为贵吗 阿凯 我听说好多捕蜂人 都因为捕蜂而遭到了果报 纷纷洗手不做了 阿凯 我看我们也收手吧 要是真的遭到果报可就糟了 你怎么也相信那些人胡说八道呢 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我们村子里的阿坤 前几天捕蜂的时候被马蜂钉死了 村里人都说他这是遭到了报应 那是他自己太大意了 跟报应有什么关系呢 不管有没有关系 阿凯 我打算就此收手了 好不好吧 你不捕蜂更好 这钱都让我一个去赚好了 你就去做大慈大悲的菩萨好了 哼 阿凯 我们朋友一场 我劝你也就此收手吧 不要再造业了 我不信报应 我只知道蜂有能够赚钱 没有了同伴的帮助 阿凯独自一人出没在山林里 寻找着蜂巢 哎呀 这个家伙竟然把蜂巢建得那么远 飞了这么久 竟然还没有飞到 咦 他飞到哪里去了 不会跟踪了这么久 给跟丢了吧 哎呀 不好 你们这些家伙 赶快给我闪开 哼啦 这喷雾看来效果不错呀 哎呀 好痛啊 可恶的家伙 看来喷雾的威力还是太小了 这群马蜂一直追着阿凯来到了山下 如果没有防风衣的话 他那天肯定凶多吉少 即便这样 他的胳膊也被马蜂盯了好几下 红肿了好一段时间 哎呀 阿凯 你这几天跑去哪里了 真是让我好担心啊 我店里的蜂蜂都卖完了 你什么时候再给我送一些过来啊 你看 我最近伤得很重啊 哎呀 阿凯 你胳膊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 哎 别提了 还不是在捕蜂的时候被马蜂给钉了 多给我那天准备了工具齐全 否则很可能被那些可恶的马蜂给钉死 原来是这样啊 阿凯 你不会因为被钉一次就害怕 不敢再去捕蜂涌了吧 害怕 笑话 我怎么可能害怕那些马蜂 老板 你等着吧 明天我就去把钉我的那个马蜂窝给砸烂 你就等着收蜂涌吧 好啊 阿凯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的 阿凯 难道你还要去捕蜂吗 当然了 那窝马蜂 我是抓定了 可恶的家伙 竟然敢钉我 阿凯 你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都说你之所以被马蜂盯伤了胳膊 那都是因为平时捕蜂太多而遭到的果报 不要说这些了 果报 明天我就将那些马蜂烧死 把蜂勇全部抓来 让他们知道钉我的果报是什么 阿凯 难道你真的一点要收手的念头都没有吗 收手 我干嘛要收手 不但我不会收手 我还要报仇呢 阿凯 你被马蜂盯了几下 并想要报仇 而那些马蜂被你杀死了那么多 难道他们就不想要报仇吗 他们都已经死了 还怎么报仇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既然你不愿意再捕蜂 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不要再往来了 唉 哎呀 你们看 马蜂 好多的马蜂啊 天啊 赶快躲起来 要是被他们盯了 可就糟糕了 马蜂 这里怎么会有马蜂呢 周围山上的马蜂窝 都被我们捕蜂人给抓光了 怎么可能有马蜂啊 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马蜂 啊 好痛啊 救命啊 快救命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救救他 当众人将阿凯从马蜂群里救出来时 他已经奄奄一席了 还没等送到医院 便以命呜呼 阿凯 现在你相信果报了吧 可是一切都晚了 都晚了 我还没等送到医院 我还没等送到医院 那边有什么事 天啊 那边有什么的 天啊 我还没等送到医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